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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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到柯帆介绍微食的时候 今天去哪里,今天去九龙湾 九龍灣地鐵站在那邊 當然我今天不是乘地鐵過來 今天乘的士過來 其實這裏就是騎士大廈附近 今天去吃一間龍小館 這間叫蕭美冰室 裏面又有蕭美又有小菜 很多東西吃 我今天決定來這裡試一試 因為我很想吃乳豬 上次吃乳豬那裏吃到一肚氣 今天於是來這裡試一試 看到有很多東西吃 走過來這邊試一下 剛剛我們下車 現在在等著郭馬路 這裏有一間海日粵菜館 這裏以前我記得好像是大平話來的 現在好像沒有了 改了 我們先等郭馬路 其實這裏由九龍灣地鐵站走過來 都有一些時間 我想它就寫12分鐘 我猜應該不用吧 嘩 因為這裏騎士下來 只是幾分鐘左右 嘩 這麼快便到了 進去坐下再慢慢聊 好嗎 我... 這裏 門牌好像沒什麼 坐下再說 就是這裏了 好 進來這間龍小館 當然裏面有常餐 下午茶 時間差不多了 還有幾分鐘 當然還有燒尾 燒尾有乳豬 這裏 我見有乳豬雙拼 燒鵝也有98元 另外它還有一些鹹蛋蒸肉餅 當然還有一些豬扒飯 另外呢 有些小菜 剛才見到 有一個不知道老婆說 鹹蛋蒸肉餅 和鹹魚蒸肉餅 就是要6點才開始 不過不要緊 我們現在先點東西 而且這裏很舒服 坐得位置很闊落 一開始介紹這裏 燒鵝魚豬飯 其實我只見到有魚豬 才沖著這裏來 其實它拿來的時候 還沒放下 我已經覺得很震撼 為什麼呢 我其實加了20元 這裏也挺貴的 原先的燒鵝魚豬飯 是98元 再加比加20元 即是118元 但是說真的 外面如果吃 都是這樣加 因為首先要鵝皮 再加上魚豬件數也不少 這裏的魚豬不是肥肥兜 你看看 全部都有肉感 咬下去的皮 不熟腰 脆脆脆脆脆的樣子 有點像乾皮 不像一些沙皮的感覺 當然它也有少少沙皮 但起碼不會覺得硬 軟 不是那種感覺 內河 魚豬調味不足夠 即是告訴你 外於表面 而入面的心 還未調味 另外這隻燒鵝比較棒 首先它淡淡肉 夠紮實 它是有燒鵝的香味 內河 它沒有一個炭火的香味 以及沒有一些荔枝柴 又或者黑椒的味 跟外面一些 說自己做燒鵝出色的地方 是有少少分別 不過我最欣賞它的肉質 而且你看看 不只肉質 還欣賞它的肉汁 你看看肉汁多少 不屬於乾柴柴的感覺 所以這個不差 另外你看看 我剛剛才看到 它應該連那塊鵝肉都給你 所以這裡真的沒有 偷了你一些腿位漂亮的肉 整隻腿差不多可以給你 飯是很大碟的 你看看看嗎 飯底是很大碟 還有有飯香味 粒粒分明 醬油來說 它不是用燒鵝豉油 是用一些類似甜的醬油 就這樣淋下去 這碟食物 一百十多元 很划算 再加上它也有一條菜 菜我當然未吃 但是 看上去也挺精神的 看到嗎 中間還有白色一點 醬汁也給你 包括有酸梅醬 其實這個也是現成的 我不相信它自己做的 還有也有乳豬醬 所以這碟飯雖然一百十多元 但是我覺得挺好吃 因為我來到看到 賣相吸引 再加上 連你吃肉都大增 不錯 想介紹鏡頭面前這個下午茶 是燒美雙瓶奶粉 今次我主食方面 都選了奶粉 燒美雙瓶可以選擇 叉燒 切雞 油雞 燒腩仔 燒排骨 或是分堤 最後見到分堤這兩個字 反過眼都放光了 亦都可以轉雞臂 加12元 轉鵝臂 就要多加20元 好特別的 這裏可以選瘦一點 或者肥一點 半肥瘦也都有 斬 或者不斬 亦都可以 要胸要翼 要背 走胸 走翼 另外 加配熱飲 不用錢 加配凍飲 3元 加配大杯 700毫升 或者特飲 要多加8元 飲品隨後再說 今次燒美 我選了切雞 加上燒腩仔 燒腩方面非常滿意 有5塊 都幾大塊 看見都不用介紹 一定是腩肉 肥瘦相間 還要兩層肥 三層瘦 皮 看上去好像沒有味道 不過咬下去 都是脆口 有焦香味 吃起來 油脂和肉 可以互相揮影 立刻在口腔裏 爆發一齊吃 那種感覺是很搭配 吃起來 還要有脆皮 為之一流 另外 雞方面 我走易 自然然 他這次就不給易 但是換來 當然不會換到 因為要加12元 他換了雞胸 有三塊 雞背 有兩大塊 吃起來 雞胸也不算好 而且他煮的時候 拿捏得非常好 所以雞皮仍然很嫩滑 有雞油的香味 還有雞也算有蛋性 還有雞味 沒有雪味 雞背就比較滑溜 不過當然是薄肉一點 吃起來 雞汁和醬汁 配合在一起吃 雞的味道很突出 而且很好吃 還有這裡的醬油不算太鹹 所以我最後也有加配薑蔥蓉 一起吃 算是調味剛剛好 也不會吃到太鹹 太濃的味道 不過這個碟也是不欣賞 因為比較小 它蘸下去 其實不是讓你蘸 是讓你夾起 放在雞裡一起吃 菜心和煩哥介紹的 玉珠相平凡一樣 是勁步中間白色的一點 仍然保持到 吃起來 菜心很有清甜味 還有 綠的時間 拿捏得非常好 所以 那個狂不算太軟太霉 吃起來 菜都算多了 因為我吃了兩三塊葉 現在還有一部分的勁步 在碟裡 說回主食 奶粉方面 我沒有轉其他主食 例如米粉 可粉等等 這次的奶粉很欣賞 因為夠大碗 湯底夠熱 沒有燒味味的湯底 只有蔥粒 但它的調味相當不錯 而且熱的感覺非常厲害 加上它給的份量多 可以蓋過整碗奶粉的麵頭 吃起來 這個奶粉蠻好吃的 有點像吃薯粉的感覺 煙煙韌韌 咬下去不易斷的 蠻好吃的 我覺得吃起來 都沒什麼飽肚感 純粹是欣賞這碗奶粉的質地 以及燒味的優質 口感和味道 最後這碗奶粉 都加了很多蔥粒 所以湯底有蔥香味 接著講講這個叉燒蛋菠蘿包 屬於下午茶的 時間由2點半至6點 價錢是$46 首先我會用筷子介紹 為甚麼呢 我容易控制 始終刀刀刀刀刀的東西 比較難攪拌 菠蘿包來說 這些現成的 沒有可能是自己製的 自己製的麵包 有幾間都仍有自己製的麵包 包括金丸 長沙灣的金丸 太子的金畫 都是有自製的 還有某些 脆畫 或者一些紅島 那些都仍有自製包 但這裡不是自製 一吃就知道是膠 這個菠蘿包 其實你看看 皮 完全是塌 即是用來源 比較差 咬下去就知道 沒有一種空氣感 好像黏緊了 吃一塊威法餅 但又不脆 所以這個就比較一般 還有叉燒 不要說叉燒 我想說 相片就是叉燒和蛋 夾在菠蘿包中間 而這裏就分開了 叉燒也很好 給了一塊頭 奈何 真的比較瘦 比較柴 有一塊比較肥 剛才我想吃的 老婆說不如咬這塊試試吧 如果咬了你們什麼都看不到 我一會決定 最後才說這塊叉燒 其實肥這塊可不可以 另外炒蛋來說 炒得不錯 不過它過了火少少少 因為滑蛋如果炒成這樣 就變成熟蛋了 其實和暗裂不無多樣 所以這個你問我說 46元就真的比較一般 再加上它 亦都沒有說做完之後 放在包裡 這個東西是有少少抹褲 做多一點動作 我就覺得你有誠意一點 反而你現在這樣 我覺得比較一般 你想想 我不配飲飲都46元 就算熱飲都這樣算 都比較貴 而且包基本上買都買過好一點 收到這個價錢 沒理由給我這個包 即叫即蒸系列 我選了鹹蛋蒸肉餅 價錢$58元 其實除了肉餅之外 它有XO醬蒸排骨 和試日蒸魚 今天我看到QR Code 裡面寫著蒸爐魚 或者是黃花魚 所以我就沒有選擇 價錢就比較貴 是$78元 如果叫即叫即蒸系列 它奉送荔湯 或者熱飲 凍飲就要加$3元 如果再加700毫升 環保杯的飲品 就要多加$8元 供應時間是上午11點 至下午6點 拿到上桌的時候 當然鹹蛋蒸肉餅和碗飯 是分開上的 就不是碟頭飯 肉餅的份量很滿意 相當多 鬆飯一流 而且面積很大範圍 大概等於飯碗兩倍 那麼闊 但是口度比較薄 其實不在一邊吃 你們都可以看到 如果你說是接近1cm 我相信沒有 大概是0.7-0.8cm 但是最欣賞的是什麼 它的肥瘦比例是非常誇張 我反轉給你看 你就知道了 有肥有瘦 肉是很粉嫩的 其實是熟了 而且咬入口的時候 是很嫩很滑 但是因為這些是攪肉 所以你吃入口的時候 它的層次和口感都會差很多很多 而且它都攪得蠻爛的 它不是輕輕半攪的狀態 它是真的攪得完全像肉碎的效果 但是幸好它加了很多肥豬膏 所以那些油脂香味和彈口的感覺 都還有一點點 蔥粒也灑在上面 整體上我都滿意 本身這塊豬肉的質地 但是如果它攪的時間沒有攪得那麼久 相信彈口的感覺會更加厲害 而且如果它比得更加豐厚 當你吃入口的時候 你會更加享受 和更加滿足 另外蔥粒也灑了一堆 加上肉餅豉油和肉汁一起吃 有蔥香味之餘 是份內覺得好吃 最後也要提一下鹹蛋 鹹蛋也是在街市買 但是一早一包已經扁了鹹蛋 吃入口的時候 覺得自己好像在吃一個月餅 鹹蛋黃的層次、味道和質感 都很像在月餅裡找到的蛋黃一樣 你問我是否漏油 絕對不是 而漏油方面 是由肥豬膏滲出來的 雖然知道這些有機會是雪肉 但起碼沒有雪味 還有豬肉的鮮味 是挺好吃的 最後也要介紹一碗飯 這碗飯跟普通一般酒樓供應的飯碗差不多 這個飯碗裝的飯居然吃入口 是比較挺、硬、比較乾的 不知道是不是之前的飯煮熟了 因為燒味飯是比較熱、軟熟和有飯香味 而這個剛剛好相反 是比較硬、比較乾和沒有飯香味 如果不夠牙力的人和不夠餵火的人 我就勸他 這碗飯一定要淋多些醬油汁 或者是 最好你就不要叫夜飲了 叫泥湯 拌兩口湯才好吃 要不然 咬到牙齒也會鬆 好了 最後介紹四杯夜飲 今次真正四杯 因為四款不同味道 首先介紹這杯咸檸檬 哇 厲害 這杯咸檸檬 想不到 其實它用咸檸檬的蔥劑 裡面的材料已經沒有了 是真的蔥劑 再加上利檬納 想不到它下足料 利檬納夠多 咸檸檬也夠多 嘩 那味道超濃 可以告訴你 想不到咸檸檬是這麼好喝 雖然 要加8元是比較貴 而且很小杯 但是我覺得又不錯 看上去 我以為這杯是大大大小 原來不是小小小 這次不可以一次過拍這麼多 因為一杯都很大杯 第二杯 凍檸茶 嘩 這個茶底有三本茶 我喝第一口就說 正 原來老婆偷喝了我的一口 她說 很正 我說真的好正 檸檬也有四片 還有這個 是700毫升的 這杯 大家感覺像什麼 像不像喜茶 喜茶的杯就是這麼大 大家喝過喜茶 又或者喝過香港的手條 你就會知道 其實這個杯有多大 700毫升 想不到 還用一個膠杯裝著 這個雖然你說環保 就可能未必環保 但我喝不完 我可以這樣拿走 就等於好像有隻外賣杯 不錯 另外兩杯就由老婆說說 第三杯也是700毫升的凍檸檬 也要加8元 喝起來 檸檬的味道是一般般的 如果跟新尖忌來比 新尖忌濃味好多 但她也不是坦而無味那種 是合格的 因為一喝就知道 她不是由西洋菜物蔥劑整成 是由檸檬蔥劑整成的 檸檬她也給了四片 其實檸檬的味道相當足夠 只不過是本身的蔥劑 她放得不夠多 因為這個份量比較多 700毫升來說 如果你放的份量是一般般 可能檸檬的味道 就沒有新尖忌那麼突出 因為新尖忌那裡是比較小杯 冰凍的效果也做得不錯 其實喝起來都很舒服 很好喝 最後一杯就是凍齋啡 我選擇了酒甜 因為平時去其他地方喝凍齋啡 通常都已經加了糖水或糖漿 喝起來上來 這個啡底本身是酸加甘 兩種味道都有的 還有這裡是鮮酸後甘 即是酸味更突出過甘味 但喝起來也有一點點回甘 但不知為何它甘的效果 就不是做到像炭燒咖啡那種濃的味道 它是甘得來 整體的效果就一般般 因為如果計算了 臭角一起喝 我就覺得甘的味道不太突出 不算像炭燒咖啡那樣的味道 但酸的味道突出 喝起來就不太搭配 反而我覺得像炭燒咖啡那種 甘味比較突出 好喝 香 濃味也很容易令你接受 它這個剛剛很相反 因為酸味突出 而甘味才是其次 喝起來就覺得好像在吃螺絲粉 有時候有些人一聞到螺絲粉的味道 就說不可以 很臭 有些酸味的感覺 它就是像螺絲粉 所以其實我勸大家 不要喝冰淨咖啡那樣 來個美人照鏡 最後幾杯飲料都介紹了 接著就說說我最後一種食品 食品都撿走了 這間龍小館燒尾餐室 其實食品都有點像快餐店的感覺 為什麼這樣說呢 一落單 按完QR Code 我聽到那些單一出 那個鹹蛋蒸肉餅 立即在我眼前出現 快過閃電 有點像在太子的海港 嘩 又是好笑的 一落單的東西 好像很快就立即炒完出來 你說要龍蝦 立即在你面前出現 你說要炒碟菜 又在你面前出現 你說燒鵝 你就說要斬定 對不對 完全是快得那麼緊要 這些就是告訴你 是泥湯 整定 今天我最欣賞的 就是那個燒鵝比乳豬飯 雖然價錢貴一些 但是我覺得它真的貨真價實 整碟飯都擺滿了 只要告訴你 飯都看不到 我以為飯很少 原來飯都很多 好過上次 新蘇記 服務又不好 又坐得逼 又辛苦 還要亂來 把東西隨便扔下來 你說有沒有那麼離譜 這裡我起碼感覺到 是坐得很舒服 而且它會很尊重客人 所有醬汁是會做得到 要怎樣拿出來 這東西我是很欣賞 當然今天的飲品都不差 有些東西可能 蔥劑拿得少一點 變得比較淡味一點 但是整體上都不差 這裡的東西 唯有我最不欣賞 就是叉燒蛋菠蘿包 這個下午茶餐 是不值的 根本四十多元 菠蘿包 完全是硬的石頭 再加上一些蛋 叉燒 剛剛有一塊 我不是說肥肥的 那塊是比較好吃 比較香 但是它完全沒有黑 它拖開了包 但是又不夾在中間 那是怎樣呢 我覺得這東西有點麻糊 其餘東西 一般般 又不熟悉 太差 這個冷氣真的很舒服 舒服得很厲害 而且很乾猛 真的坐在這裡 又不算太吵 雖然有電視機 也不會太吵 所以這裡 我猜它應該是 在這裡的寫字樓 今天可能是星期六 沒什麼人 那就少人一點 一至五都是做寫字樓的生意 五期的等老婆說說 今天我最欣賞 就是配搭燒美裡面 所有給你點燒美的調味料 例如薑蔥蓉 酸梅醬 乳豬醬 還有我最後也有問到 它拿燒腩的芥辣 很好吃 而且我覺得 它也不沽寒 雖然那個碟比較小 但是如果是 好像芥辣一樣 它也切了很多給我 我覺得它配搭 也算是蠻好吃的 起碼它不會就這樣 拿個瓶來 擠進我的燒腩仔那裡 我覺得 起碼它做事 也算是有力一點 另外 今天 吃到所有的 例如燒腩仔的皮 乳豬皮 全部都是脆的 至於切雞那裡 就很嫩滑的 那個皮 那燒鵝那裡 雖然不是很脆 不過很大股的 那些鵝油香味 都算是蠻好吃的 鵝肉方面我吃了 很有彈性 還有 調味也是足夠的 比起乳豬來講 底味是做得非常之好 另外 乳豬的皮 都是很脆的 吃到最後 吃完整碟飯 還有一塊乳豬 都是脆口的 那我這點就很欣賞了 另外 那個燒味飯的飯 我覺得又真的軟熟一點 比起剛才 鹹蛋蒸肉餅 廚房拿出來的 那個飯 它軟熟很多 有飯香味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想吃好吃的飯 燒味飯真的相當不錯 至於鹹蛋蒸肉餅 其實整體上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吃 攪肉的口感 不過它肥瘦都配搭得很好 很容易入口 送飯是一流的 但是如果它蒸肉餅那裡 攪到沒那麼爛 我就比較喜歡一點 還有它的醬油 是輕輕略為 鹹過燒味醬油的 它不是沒蒸那種味道 它是略為鹹了少少那種味道 如果它好像燒味醬油那樣 輕輕調甜 那就一流了 另外菠蘿包那裡 平時吃菠蘿包 一定是吃那股皮 很香 很酥 那種口感 好像合桃酥那種感覺 但是今天這裡 皮就比較軟 包身就比較硬 至於那個叉燒 如果帶肥的 是好吃的 瘦的很多 另外蛋也不錯 我不要求留心那種 都算是不過不失的 但是如果以這樣的價錢來說 我寧願多吃一個單瓶燒味 餡茶餐 原來它是有分題的 我想試的 不過我們吃了四個餐 都足夠的 所以我就沒有試到 飲品方面都算是很滿意的 我覺得是中上水平來的 整體上這裡 可以選700毫升的凍飲品 只加8元都相當值得 所以如果我再來的話 都會加多8元 減算700毫升的凍飲品 我今天講的就是這麼多 剛才我喝完這杯 原來它有半粒咸檸 在下面的 我都會拍照給你們看 另外這裡我最推介就是燒尾 其餐都很一般 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裡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 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